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 直播间购物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卖家热情洋溢的介绍 加上优惠的折扣价 很容易让人有购买的冲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消费者 在体验便捷实惠购物的同时 也要警惕其中暗藏的猫腻 山东何泽警方就锁定了一家网店 它拥有百万粉丝 每次直播带货 都能吸引上万人观看 店里诸多知名品牌的商品 也都以超低价格出售 我们先来看一下 社安店铺在网络售卖时的视频 这是一家名叫 淡子淡青外贸品牌店的 带货直播现场 可以看到一名女主播 正在展示着身上的T恤 还时不时传来旁边工作人员的声音 对商品的尺碑 材质等信息进行介绍 这样的直播带货场景 人们并不陌生 看上去也似乎并无不妥 不过山东何泽警方得到线索 这家店铺的背后 暗藏蹊跷 这是说叫淡子淡青 一个王明说在贺子打量销售 假帽拍服装 他们在哪里买服装 我们不清楚 他们的仓库在哪里 是不是有尸体点 这个团货有多少人 我们也不清楚 社安店铺的介绍页面中写着 专专专注品质 坚持性价比 然而讽刺的是 警方了解到 其店内销售的商品 都是披着正品外衣的假冒商品 店铺不会直接注明商品的品牌名称 而是用一些隐晦的代号来进行展示 这款就是女款的 纯女款 男款没法穿 咱这种跟着这个品牌 跟着他们专会走的价格 相对要别 就我们自己下单做 或者比伪货 价格其实要贵的 大家也能看出来 但是贵也有贵的道理 出货都是全品下去 专柜什么样 咱叫什么样 价格非常低 可以说是有些服装 就是正规服装的两折三折 或者说它做的一甲乱真的 稍微那个贵一点 但是全部都要比实际店 要便宜 吸引人的眼球 带货团队声称 他们销售的商品 都是大牌的伪货伪单 品质上与正品无异 但价格要低上许多 这样的说辞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这个伪单呢 就是相当于品牌方 品牌厂家 委托生产厂家 去打比方生产一万件衣服 然后它剩余的一些残字品 就是在他们这个圈内 或者业内被称为伪单 对外就是说是外贸的单卖不出去 然后他们通过渠道购买进来 然后在他们进行销售 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是厂家的正规产品 哪款最薄 适合剩下都 都是薄的 都是很薄的 因为它这个有一部分是 它多余面料就让它加出来嘛 所以说你严格意义上说 毕竟数量有这么大 但其实你任何一些女的对比 它都是完全一样 对吧 你换个人说实话 就直接跟你说冤单 它就是冤单 警方针对涉案网店进行调查 发现他的实际经营者 是一个名叫田某的男子 为了摸清其售甲窝点的位置 以及团伙成员的构成 办案人员对田某的社会关系 及行动轨迹展开了综合研判 民警说田某的警惕性很高 甚至平时出行的时候 都不会驾驶固定的车辆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启用了无人机助力 终于有所收获 他们发现田某经常出入 一家工厂内的大型仓库 我们对这个仓库呢 就进行了一个蹲守和前期的摸牌 我们发现每天下午两点钟左右 在这个仓库里面都会有 专人进行这个视频的直播带货 而且下午四点钟左右呢 都会有多辆拉货的这个快递车辆出入 我们由此判定这个仓库里面呢 主要就是他们的犯罪地点 在蹲守过程中 办案人员掌握了田某及其团货成员的 更多犯罪证据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蹲守的时候拍摄的视频 这是一个送货的车辆 现在正在往外发货 同时呢我们发现门口有两个人 正在来回的这个观察 右侧穿黑衣服这个 是这个我们主要犯罪嫌疑人田某 然后同时呢我们发现 这边还有两部这个货运车辆 准备出另外的一些这个品牌的 假冒品牌的服装 田某形势十分狡猾 企图隐藏自己的行踪 但面对高科技的侦查手段 他的心机徒劳无用 经侦查办案人员不仅摸清了 涉安团伙的基本架构 还查出除了这一处仓库之外的多个窝点 收网行动即将展开 经过前期的侦查以后 我们发现这个安检的 换活成员比较多 前期在我们赫泽市 有的窝点就有五个 我们发现了它三个线下的门脸 就是销售门脸 一个这波带货的一个窝点 还有一个厂出的一个窝点 2021年6月 赫泽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组成五个抓捕小组 对赫泽市内五个目标窝点 以及多名犯罪嫌疑人 进行查处和抓捕 管你了 听到你收到了工作 你懂 把他收集 现在全他收到 全都站起来 快点 我在仓库 三千七倍平凡的仓库 满满追击了 这个帽牌服装 还有帽牌鞋子上灯 其他物品一大一大钟 在这个仓库 我们就扣了几十万件 警方抓获了 田某在内的三十余名犯罪嫌疑人 查获各类假冒品牌服装三十余万件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交代 办案人员顺限侦查 锁定了其上游犯罪团伙 专案组就顺群抹寡 抹到就是他的上佑 就省蝉这个甲毛注册商表来 那一会儿 他那个地方在尾海 在尾海打掉的 省蝉甲毛服装厂奖 我们就扣了二十多万件的服装 我们认为你 这里有把他这些紧货的厂奖 把他给省蝉表示厂奖 给他全部打掉 才能彻底掐断 这个省蝉甲毛销售服装的脸条 提到了这个遏制 这类犯罪的作用 画面中的仓库 就是田某党人 位于山东合泽的窝点之一 民警介绍 这里曾经每天都是非常忙碌的景象 田某雇佣了几十人在这里 搭理生意 这里就是它整个仓库的整体 这边全是一些我们查获的 假冒的品牌的服装 我们全都通过青年 然后归类放在这里 这整个仓库有三千七百多个平方 可以看出仓库面积很大 里面堆放着查获的假冒品牌服饰等货物 民警说 此前数百万件的假冒商品 就是从这个仓库打包发出的 发完了吗 没有发完 多着呢 昨天发了有两千多单吧 所有的人就去配货的 从早上八点 中午吃个饭就去干 一直到下午六点 民警介绍 这处窝点不只是犯罪团伙 储存货物和发货的地点 这里还有好几个隔间 里面配置了各种直播设备 用来开设直播带货 当时这里就是他主播带货 直播的一个地方 每天他们在这里进行 这边全是他存放的一些 试穿的衣服 这里也是各种材质的衣服 各种季节的衣服 各种品牌全都在这 他们通过这里直播带货 每次直播在线观看人数 达到一万多人 极富诱惑力的宣传话术 不断刺激的消费者的购物欲望 大量假冒品牌服装 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销售到全国各地 田某等人 售假窝点的规模 让办案人员感到震惊 仓库中查获的假冒商品 甚至涉及几十种 国内外知名品牌 那么这个田某是什么来头 他是如何将正品服饰 仿制出来的呢 这咱这个T恤啊 这个真伪这块 其实有肯定有那个质疑 你看这去年过了真众事 我全部是飞艇过来的 真的不是过来 我随便做的 我弄点假货 我用那么麻烦的 不是你知道 你知道是什么样吗 本来是老田 费了很大很大力气 把这批货赶到 但是别人却不领情 然后他的心情 你懂吗 而且我卖的 还没有人家假货 这个价格高 真的费了很大劲 直播画面中 能听到一名男子的声音 工作人员称其为老田 也就是犯罪嫌疑人田某 民警了解到 田某最初经营的网店 并没有售卖仿冒商品 但是对利益的贪婪 让他最终选择了 制假受假的企图 这种行业里面 没一个环节的 这种操作和惯例 甚至说得到的利益 他都非常了解 他注册了一些品牌 但是经营惯例下来以后 发现和亲爱别人的 这种知识参权 这个贸牌销售 说得到的利益是不一样的 天然走险地 去继续经营 假冒注册商品的衣服 因为他的利润确实是比较大 田某经营的数量 经营的范围也比较广 都是一些 比较知名的一些品牌 田某交代 他平时会关注一些 品牌服装的旗舰店 每当有热门新品发布的时候 他们就会第一时间 购买这些产品 正品的服装买回来以后 他当天上午就开始进行测量 测量落入他们的制板机器内 测缓好之后 当天上午就可以把这个样衣做出来 然后下午呢 如果说这个样衣比较大一点 或者小一点 他们进行一部分调整之后 然后做成一个成品的衣服 通过对正品服装的测量和调整 田某等人在一天之内 就能做出仿制品的定板 速度如此之快 着实令人吃惊 而他们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采购足以以甲乱针的布料 贴标及辅料等 尽快大量生产这批假冒商品 做好样衣定型定板之后呢 他们就直接把这个样衣的这些参数数据 直接发到工厂 直接进行生产了 通常在一周之内 这些这个服装样衣呢 成品批量的假冒品牌服装 就可以投入到市场上面 办人员了解到田某等人 会对正品商品的材质款式 颜色等多方面进行考量 好让他们生产的冒牌货 具备较高的相似度 然后他们把样衣生产完成之后 他们还会把正品的服装 通过这个无理由退款的方式 再退回去 实际上他们一分钱都没花 然后就把正品的这个衣服 仿制出来了 这个销量比较高的 大家大众认可度比较高的 这种服装 它都会进行仿制 那个佣服长款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好多问要不要减标 要不要减标 我都给你们说了 我肯定要对外是减标的 实际上你们看 这些都有 都有 看到了吗 购买完正品 粉丝的面料的话 我们下期要上哪些产品 哪天要直播 利用公众号社交平台进行引流 慢慢培养更多粉丝的关注度 田某等人开设的直播间 几乎每次都能吸引上万人为官 接下来他们就会利用话术 诱惑人们购买这些假冒商品 售假手段二 以伪单的名义 以假乱真 吸引顾客下单 现在我们公益单什么资料都有 然后他们上的新款 他们不知道上衣是啥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呀 看山他说不要看吧 因为看山他还没上市 对 还没走过 专柜还没上 还是有点危险的 算了吧 然后其他两款走货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原始资料 这些不能发 绝对不能发的 肯定不发 我叫人们看看 你们就看一眼就行了 保真的 这些都是保真的东西 犯罪嫌疑人田某 还有他的几个员工 在我们刚到案的时候 都是说 我们销售的这部分商品 就是通过外贸 通过一些工厂的 正品的底货 拿的价格比较低 所以我们在网上销售的 价格也比较低 涉案直播间内的服饰价格低廉 按常理来说 是会引起人们怀疑的 但田某等人 却用商品式 正品厂家的原单 伟丹等理由 打消大家疑虑 如果跟正品压格一样 光大群众 肯定不是在网上 惹够他的东西 而他说是清藏处理 或者是为火 说是作对是正品火 从哪里进口的 并且他们又有实体点 并且又不是一个实体点 所以说 既已欺骗光大群众 其实按正常来说 他们这些代工厂 是不可能 是给他们去进行这种 给男或者追男或者是套戴着参赐品 给他们 大逼方说 如果他们真去和他们去合作 做这些违法的事情 然后匹配方一定会 取消于他们的合作权 或者是取消他们的代加工权 这样反而他们会得不偿使 虽然田某党人声称 他们是从各个品牌的代工厂进货 但实际上经警方侦查 这种说辞只是他们为了 把假货伪装得更逼真 同时掩盖自己 制假受假行为的借口而已 并且田某党人还会减掉 或是遮挡品牌商标 来逃避打击 好多人文科夫到底肩不肩表 其实这么干说不肩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个是这个绒 这里是备用扣 扣 这个是备用扣 把个吊牌 这些标 你们不用再去问客服了 你问他们 他们也说给你们剪的 因为他们销售这部分 衣服毕竟不是正品 所以他们在直播的时候 会故意把衣服的logo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logo 质量过关 什么抵货 或者什么的 用这些语言来提示消费者 我这就是正品 如果我拿货的渠道不同 售假手段三 专人负责售后 避免顾客投诉 你是原单对吗 你只要是问这个 你不明白 你就当假货买就行了 姐妹 好吗 我之前说了好多次 只要是你们不知道的 你们又没有看我之前介绍的 全部当假货买 你觉得价格合适 款式你喜欢 你又不那个 你直接当假货买就行了 好吗 通过直播画面 人们其实看不清 更摸不到这些假冒商品 难以分辨真假 虽然铁某等人 仿制的假货 具有较强的迷惑性 但也有顾客 收到食物后 会产生一些质疑 经常会有一部分顾客 这个投诉 说衣服的 比如说掉颜色 比如说缩水 发现这种情况 发现这种情况之后 他们的售后人员 就会找比较专业的词语 来回复消费者 就是说我们本身 从网上你购买的价格就低 这是一部分底货 质量稍微有些瑕疵 你也不要在意 就这样去糊弄消费者 如果实在糊弄不过去 团伙成员则会直接 为顾客办理退款退货 以免因为投诉 影响他们的售价生意 大部分的消费者 以为本身这个衣服 价格也不高 而且我们在给顿方 教室的时候 态度还比较好 从心理上就容易接受 我就说 我就没必要再投诉你 我虽然感觉是假的 但是我也不投诉了 因为我感觉到自己 从本身来讲没有受粉丝 天某等人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选择了制假受假的企图 还采取了不少非常手段 来遮掩自己的犯罪行为 不过他们最终 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经营网店直播带货的同时 也应遵守法律法规 良好的网络经济环境 需要人们共同来维护 与此同时 警方也提醒广大消费者 购买商品 应通过正规渠道 抵御住那些不合理的 超低价格诱惑 消费者要理性消费 可以通过查看品牌数权书 营业执照等证件 辨别它的销售资质 降低网购采坑风险 对于这种骨折价为学徒的兜售 还是要谨慎对待 乌美嘉莲是消费者购买商品 最理想的状态 但是现实生活中 商品价格往往与其价值成正比 虽然个别商品 基于品牌本身所赋予的 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等原因 会产生一定的溢价 但是遇到跳楼价骨折价时 不妨心里多打几个问号 克服冲动消费 我们继续关注反电诈 识破骗局 前不久 北京市西城警方 接到了一家公司 几名员工的共同报警求助 说他们的同事 一个刚入职几天的年轻女孩 在接到了一个电话之后 匆匆离开了单位 不知道去了哪里 奇怪的是 她的电话一直站线 一直联系不上 她的同事们去到了她的宿舍 也不见人影 十分的担心 那么她去了哪里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人不在家里边 我们刚才 在哪儿的人 不知道 找不找的人现在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看见有四五个人正在找人 后来我们到现场 问什么情况 其中有一个自称是单位领导 说他们单位有一个 海归的小姑娘 刚回国没几天 说突然在上班的过程中 接到了一个电话 领导当时警惕性也非常强 意识到有可能是电信诈骗 报了个警 然后同时就开始找这姑娘 她什么时候接着电话 不知道 因为她同事 我们是人力的 说警察找她做电子笔录 然后她的手机出现异常了 她控制不了她的手机 然后她就赶紧就跑下来 跑下来以后 她同事觉得这事不对 跟她领导说 她领导就觉得 应该是大事 现在打电话是什么状态 她那个手机 接不通 你看 我现在播 您听一听 她说一直是这个 我们刚才一直在打 没断过 微信也接不通 她说一直在打电话 对 她就站线 没人知道女孩去了哪里 手机也播不通 于是民警立刻发动 在场的几名同事 兵分多路进行寻找 因为他们单位人比较多 因为他们单位人比较多 一部分让他们单位人去他们单位附近去找 第二部分人由我和另外一名警带着到他那个宿舍去找 我们刚才上他家去敲门那款 确定没人吗 不知道啊 咱过去再去找一面 我都快递箱 我觉得他要开门 他要开门 他呀 你知道有的时候 他是骗子 让他找一个隐蔽的地儿接电话 这孩子当入职 在女孩同事的带领下 民警快速赶到他的家门口 敲了半天门 没有回音 后来我想是不是可能再打电话 不方便听啊 我就使劲敲了敲 还是没有回音 有人吗 不是1515 不是1505吗 1515 这门怎么一通就开了 门开着 但是没有人 我们刚才没推 没带 后来这个门呢 我一摁把手 这门开了 当时这个钥匙啊 就在门旁边的鞋柜上 那个 由此看出这个姑娘 应该是没走远 而且很匆忙 他钥匙都没带 门也没锁 这不是他上班穿那双鞋吧 好嘞好嘞 不知道今天没有 我都没听 他没钥匙现在 很着急啊这人 他肯定回来了 门都没锁就走了 他肯定是 这鞋是都 应该是他上班穿的 家里也没有人 但是门却没有锁 门钥匙也在家中 民警根据现场判断 失联的女孩 应该没有走远 就在这时 女孩单位的工作人员 在查询档案信息后 提供了他家里人的联系方式 民警一边打电话 联系他的家人 一边在楼道里寻找 我就让他们这个带队领导 给紧急人联系人电话 打电话 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这个女孩 通过家里 向家里借钱 把这个情况先跟家里通报一下 您是他妈的吗 是这样子的 他上班上到一半 他突然跑出去了 他应该是受到电信杀验 然后现在联系不到他 完了以后 如果涉及到有什么资金 通过你们那的 你们就不要给出去 然后再想想有没有我还能联系到他的方式 因为电话 账户给冻结了 你们有知道他的其他的账户吗 挂尸 对 就挂尸 挂尸 有卡号 直接就挂尸了 第二个呢 也是让家里的人不断地给这个女孩打电话 因为这个女孩在接到诈骗的时候 诈骗分子一直不让她挂 一直不让她挂电话 一直在跟她通话 所以呢 我跟我们那个指挥师也说了 一直要不停地给这个工匠打电话 此时 女员工失联已将近20分钟了 民警呢 曾到附近的银行去寻找 看看她是否会被骗子诱骗去转账 但是并没有发现她的行踪 就当民警准备扩大范围搜寻的时候 女孩终于露面了 而此时 她仍然在接打着电话 然后我们正在找的过程中 这个女孩从一个楼道口转出来 你不要 你怎么着 受骗啊 她人在这 是 我现在在 我现在在 她人 我们找到她人了 转出来以后呢 一边在接打电话 她眼神呢 看见警察以后呢 非常迷茫的状态 然后呢 戴着蓝牙耳机 我说什么 她根本就不理 当时我说了 当时我问了她两句 你是某某某吗 她不理我 后来单位同事证实说 就是她 我又大声地问了句 你是某某某吗 后来她还是不理我 民警看到女孩 还在接听着电话 情急之下 伸手直接把她的蓝牙耳机 摘了下来 谁在跟你通话啊 那个南京市公安族 这骗子啊 你会钱了吗 没有 他真的是骗子 好好好 我们在看到她 一瞬间的时候 明显看到这姑娘的 注意力不在眼前人 还是在跟骗子通话 她应该是已经正在 接受洗脑的过程 后来当时我已经 很着急了 就说你想把她 那个左耳的蓝牙耳机 给摘了下来 就不让她再跟骗子通话了 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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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钱了吗 你跟她说找了 你我跟她爸说了 刚才跟你爸打电话 你会钱了吗 没有 你去把门锁上 跟我们走 你见着门都不锁 都好 你跟打电话 去把门锁好 没事 你去把门锁了 来姑娘把这给你挂了 别理她了 看到这个年轻女孩 还是半信半疑 民警把冒充公检法 诈骗的犯罪特点 告诉了她 她这才确定 自己是遭遇了诈骗 你别接她电话了 别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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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接了 没事 你听真警察的吧 你接 你去哪找的人 你把门锁上 她自己回家了 你刚才跑哪去了 我找了你 好嘞 不让我再 对 她就不想让人听 你也知道 上班过程中 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公安局的民警电话 说她的护照出了问题 涉嫌偷渡 需要接受电子笔录 而且让她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去接受电子笔录 所以这个女孩就是从单位很着急 从单位回家以后看了一眼护照 然后去自己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去接听骗子电话 基本上她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冒充公监法工作人员 实施电信诈骗的一个犯罪流程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 警方已经做了大量的宣传与提示 这名年轻女孩为什么还会上当呢 尽了解 女孩今年22岁 刚刚毕业回国 入职了一家公司 她在接到诈骗电话后 对方准确地说出了她的护照信息 打消了她的怀疑 受害人啊 她年龄是二二十出头 是一个特别特别单纯的一个小姑娘 因为她确实是一个海归 刚从国外回来 入职到一个我们这边一个国企公司 所以她对这个护照特别敏感 她一听到说护照有问题 有可能涉嫌帮助其他人偷渡 所以当时就慌了 用她的话说就是 已经就大藏一片空盘了 就完全没有往骗子上去想 就是认为这个事是真的 警方提示 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特点比较明显 只要仔细甄别 是可以避免财产损失的 规律结底吧 就是还是不要轻信 特别提到钱 因为公安局 如果是要动你的钱的话 都是要有法律手续的 不是平凡无故打个电话 就让你把钱转到那个账户里边 这是不合法律规定的 电诈套路五花八门 但是内核都是相似的 不久前 北京的一位老人 也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 之后 他匆匆忙忙跑到银行 执意要向陌生账号汇款 说外孙子急需用钱 银行工作人员 通过与老人的简短交流 发现了异常 银行工作人员说 当天前来办理汇款的老人 从包中掏出 用塑料袋包裹的现金 说要汇给外孙 然而在交流的过程中 他们却发现 老人有些不对劲 然后我们就询问了一下老人 这个收款人 是不是您的外孙子 然后当时老人呢 就是前后说都不一致 一开始说是 然后一会儿就说 有点犹豫 但是呢 好像又不太愿意 跟我们说实际情况 就是应该是什么的 这点也是让我们 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看到这种情况 银行工作人员怀疑 老人有可能是遭遇了 电信网络诈骗 我们临时组织了一个 应急的一个小组 一方面有老人的客户经理 还有听堂的人员 安抚老人的情绪 随后银行的工作人员 赶紧联系了辖区的派出所 民警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外送货这个钱 他接到一电话 赶过去以后 老人反正非常不配合我们工作 情绪比较激动 非常害怕 就要去把这钱汇走 民警了解到 老人今年77岁 当天上午 他接到了外地 一个自称是他外孙的电话 说自己急需用钱 还不让老人告诉任何人 我我跟你说实话 你别说你 你谁 这个是你什么人 外孙子 他说不让我跟他爸妈说 千万别说 就是简单 骗子这事 说实话 我外孙子说 不让我跟他爸妈说 他也不是今天是国家 跟他那个同学出去喝酒去了 喝酒呢 他们有一个同学跟人打架了 打架完了以后呢 这个人呢一推他 他呢就这个人呢 就躺在这个楼梯的那个 夹着脑子了 就住好多学 要18万 电话中 对方要求老人 不要对外声张 否则外孙就要坐牢 万分交集的老人 便找出家中所有现金 加上自己刚取的退休金 急忙赶往银行 奶奶 您别着急啊 我 我现在被拘留了 我说你为什么呀 手机丢了 不是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手机呀 想到外孙出事了 老人不禁泪流满面 想赶快把钱汇过去救外孙 民警询问老人 是否连续过女儿和外孙 老人则表示救人要紧 自己来不及联系他们 通过以上种种迹象 民警判断 这很可能是一起冒充亲属的诈骗案件 老人肯定是被对方进行了洗脑 于是赶紧打电话 给老人的女儿和外孙 让他们通电话 行 行 好了 我免请你跟妈说 你我都在家呢 那你说人在哪呢 我刚刚钻到床底 钻到床底 趴着拿住一万块钱 听到自己外孙的亲口回答 老人一下摊坐在椅子上 如释重负 终于相信民警说的 自己接到的就是诈骗电话 您不要太激动 回头您再去见见您亲孙子 这事您就心里算是长个教训 以后遇见这种事您别太着急 谢谢警察 之后民警赶紧让老人收好携带的现金 又对老人进行了反诈宣传 如果有的电话 包括你会微信也好 任何关于钱的问题 你告诉他我报警了 你没什么的骗子 好了 谢谢警察 你别打扰我老太太 其他话不用多说 骗了把电话给扣了就行了 他就不会再给打了 好吧 谢谢警察 谢谢警察 显核实对方的真身份 比如说他外孙这种情况 你可以问 你的姑姑就说明了 对方打不上来 这一点可以断定 对方就是个骗子 就是诈骗子 电诈分子所使用的画术画本 隔断时间就会翻新 演的也会越来越像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最终目的就是让受害人转钱 在电话或网络里的陌生人 一定会把事情说得特别紧急 大多都是一个腔调 只要你迟疑几分钟 这天就会塌下来的阵势 越是这种情形 大家越是要先冷静下来 记住一点 但凡让你立刻转账汇款的 心里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接下来再一步步去核实 或向警方求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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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简